及时新闻综合报道 怎么忍惊 本月7日在美国南加州吉诺港市Chino Hills 一名22岁华裔男子被路人目睹在自家阳台上 用滚烫水淋在自家狗身上至少5次 路人将画面拍下后报警 警方随即到场将男子逮捕 综合外媒报道 7日下午5点左右 两名17岁少年在奇诺港市一处住宅区听到有小狗在哀嚎 寻生而至近看到一名华裔男子在三楼住宅阳台 用滚水淋在被关在楼内的小狗 且至少重复动作5次 两名少年见状后将其拍成影片并报案 警方或报至现场将22岁华裔男子逮捕 此外在约莫一小时后 当地动物收容所 到场发现热水湖内的水温人高达华氏129度 且受虐小狗被烫得皮开肉绽 相当可怜 目前小狗已被送往收容所协助治疗 警方调查后发现该受虐狗为男子女友的狗 而事发当时女友并不在家 据报道 男子目前已被保释 和这些天空间的任务 是一遍 海湖不得 以后 体两的时候 海湖不得 海湖不得 海湖不得